大家好,我是阿炬 最近这段时间,善吉和弥太郎频频出入青楼 偶尔去一次就算了,他们倒好,那是每天都要去 而且,善吉每次都是同一个姑娘 两个人也是干柴碰上烈火 外面的弥太郎也很尽兴 浑然不知马上要出大事了 收到消息的吉武赶来,姑娘们还以为来生意了 接到这么帅气的客人 吉武进来就看到弥太郎 一把拎起他就要动手 也在此时身后的弟弟和姑娘出现了 吉武给弟弟留了面子,出来才准备发火 一拳招呼在善吉的脸上 嘴里还在骂着不争气的家伙 善吉没有还手,而是走过去质问哥哥 你不是也去过吗,凭什么说我 换来的又是一拳 这一拳被打倒在地 这一下善吉忍不了了 起身就和吉武颤抖 事实上,善吉之所以一直去青楼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的心上人美亚遭遇了家庭变故 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卖身青楼 善吉不忍心他被糟蹋 所以天天去光顾 善吉嘴里还喊着 美亚的哥哥作为咱们家的员工 去世后咱们给了几个钱 吉武却怒吼着告诉他 现在整个岛国都是这样 大家都不要活了吗 这一下善吉更火了 抄起棍棒就要动手 还好阿湘及时出现 制止了善吉的举动 善吉跪在地上哭得四斤裂肺 甚至到地上来回打滚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也是在第二天 上次的暴动判决下来了 吉武他们都判了缓刑 这结果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也是在这天 两兄弟摒弃了前嫌 互相给对方道了歉 利根趁大家开心之际 提议让吉武带阿湘去旅行 这个老太婆想抱孙子了 全家人都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是无罪之人了 在利根的安排下 夫妻俩开始了三天两夜的旅行 从平时的繁杂中解脱 让两个人的独处更加锦上添花 这对于阿湘来说 更是成为终身难忘的美好会议 吉武让阿湘试一试划船 准备起身 竟从船上掉了下去 阿湘笑得好甜 吉武也开心得不得了 两人还一起玩了捉迷藏 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 都是成年人 连孩童的游戏都玩得不亦乐乎 阿湘本以为吉武在前 不料却扑了个空 夫妻俩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他们最后的甜蜜 入罩这边 板东为绿子的事操碎了心 他想让眉目取绿子 可眉目嫌绿子不干净 但板东又说 只要绿子能幸福 哪怕让我给你磕头都行 眉目只能说考虑三天 到了晚上 板东就将这件事通知了绿子 绿子态度更加坚决 说自己是个不祥之人 现在不想谈婚论嫁 更不想祸害任何一个人 说完就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 板东找到了正在干活的眉目 告诉他 那件事情作罢吧 说完后 板东很尴尬地走了 留下眉目在原地非常难过 他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 另一边 吉武夫妻来到神社 阿湘神神叨叨 要告诉吉武大事 他说今天去了诊所 吉武问他是哪里不舒服吗 这一下吉武可太激动了 他终于要当爸爸了 阿湘也要当妈妈了 他们终于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得知消息的工人们也很高兴 都簇拥着这位少东家 时间过得很快 阿湘连运兔都开始了 而入罩那边又起波澜 当初借款给阿湘的钱庄老板来了 但他不是来找阿湘的 而是来找伊朗 看伊朗这卑微的态度 恐怕此事还不简单 板东无奈下出面解决 这不听不要紧 一听差点让板东原地去世 伊朗这家伙竟然借了四千元高利贷去买期货 他当初的汽车也才卖四百元 四千元是什么概念 由于满洲事变 伊朗买的大豆价格暴跌 现在亏得血本无归 板东知道原委后 大骂钱庄老板是个吸血鬼 竟然敢借给孩子这么多钱 转身就去收拾伊朗 此时的板东已经不能拿愤怒来形容了 简直是被气到吐血 盈伊朗却哭着说 哪个孩子都想得到父母的认可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家里现在的条件 不考虑后果属实有些年轻啊 进入十月的这天 岛国的天气忽然骤变 这个晚上雷雨交加 出海捕鱼的吉武等人还未返航 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 但是这次的天气极为恶劣 也让阿湘等人忐忑不安 吉武等人在海上咬牙坚持 就连扔个木桶去救援 也险些掉落下去 由于太过担心 阿湘产生了听到引擎声的幻觉 虽然他还在站着 但旁边的妇孺已经支撑不住了 这是来了第一个消息 工会联络了家里 川丸号在码头避难 阿湘赶忙问大家有没有事 这人在吞吞吐吐中还说 有一艘沉默了 并且失踪了好几个 善吉害怕阿湘过于担心 便说他亲自去查看情况 船员到天亮都没回来 利根和阿湘也没丝毫的困意 也在此时利根问阿湘 利根继续说 就算吉武不在了 你也是老板娘啊 怎么可以说这么丧气的话 阿湘也察觉到了不对 他看着利根眼神有些缥缈 问他为什么要和自己说这些 利根拉着阿湘的手说 你知道我们的船翻了吧 不过不用担心 吉武从小在船上长大 他一定会没事的 这番话可能是安慰自己 也可能是安慰阿湘 但现在的阿湘受不了打击了 本就身怀六甲 天公不作美 第二个消息此时也到了 船长也不敢乱说 他只能说大家都还在找 就是回来和您汇报一下 然而这句话说完 阿湘再也站不稳了 他不傻 已经失踪一夜了 尽管倒下了 阿湘嘴里还在念着吉武的名字 一天一夜的努力后 吉武等其他人还是没有发现 入罩这边 板东还在和刘依感叹着 一直希望三个孩子在一起 可现在阿湘和我断绝了关系 绿子又遭人强迫跳崖 一郎这个傻小子 又让四千元打了水漂 话音刚落 绿子就来了 当板东听到这个消息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回到吉武家里 所有人都死气沉沉 和双打的茄子并无两样 马场一直让阿湘吃点东西 但阿湘无动于衷 他怎么可能吃得下 这时 刘依和绿子来了 此时的阿湘已经麻木 刘依先哭了 绿子也哭着安慰阿湘 这让众人皆是一惊 利根赶紧跑出去打探情况 阿湘此刻还在强撑着 回到入罩这边 板东嘴里也在念着阿湘 还不停的烧香为他们祈福 他求千代保佑他们 千万千万不要出事呀 外面的暴雨还在继续 此时的阿湘出现了幻觉 阿湘嘴里还念叨着 你通知家里人了吗 全家都很乱 但是 木然挥手间 吉武已经消失了 没错 这又是一场梦 外面的人还在等消息 阿湘疯了死的跑了出来 阿湘不理旁人 自言自语的还在说 你看 你看这里狮子呢 吉武就是狮子回来的 我还看见了他 阿湘疯了死的喊着 一波一波的消息 他没哭 母亲姐姐来了 他没哭 直到看到了幻觉 他真的崩溃了 一生所爱 只能追忆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此了 遇难者搜救行动 也在三天后停止了 那么大的暴风雨中 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 莫根却坚持习武没死 官方的追悼会 他也没去 莫根很坚强 他不信儿子就这样没了 望着落日最后的一丝余晖 阿湘对未来一片迷茫 弥太郎这时大喊着冲了过来 他以为阿湘要寻短剑 本以为弥太郎是健义勇为 可他竟然想和阿湘好 听到阿湘的拒绝后 自己尴尬的跑开了 又过了一个月 吉武的葬礼还是举行了 板东也格局很大 摒弃了所谓的规矩 亲自来到外川祭拜 偏偏在这种时候 外川的渔夫还在找事 板东是何等人物 岂会搭理他们 所以转头就走了 但是板东的忍让 明显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竟在这种时候 从外面叫嚣到了里面 这一下把阿湘挤坏了 本身是以未亡人 竟然闹出了这样的事情 这下让他彻底的倒下了 阿湘浑身颤抖的 喊着肚子肚子 不幸接踵而来 被送到医院的阿湘 当晚就因为近期的压力流产了 板东也在此时 做了个重要决定 他要接阿湘回入罩 以后再不回外川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下 立根也扛不住了 他不敢想以后 这天他哭得好伤心 醒来的阿湘看着父母 心里百感焦急 板东告诉他 出院就回入罩 不去外川了 阿湘却表示不可以 现在的外川需要他 他不能在此时离去 这次板东尤为霸气 他告诉阿湘 当年同意是因为吉武 现在这个没有吉武的外川 你回去又能怎么样 纵然阿湘极力解释 也在为渔夫的暴力道歉 但数日后 还是在刘依的拥抱中 回到了入罩 外川渔夫在弥太郎的煽动下 大家表示 一定要夺回女主人 回家后的阿湘 逐渐恢复了健康 但失去吉武和孩子的事实 让阿湘无法逃避 深深纠结着他的内心 那天之后 阿湘再没笑过 这天 外川的渔夫真的来了 伊朗作为入罩的新一代 站出来拦截了他们 渔夫们表示要接回老板娘 伊朗却说 姐姐受了很大打击 在父母身边敬仰才对吧 善吉又说 我们有我们的立场 从医院直接把人接走 这说不通的 就算要回归入罩 也一定要办了相关手续 才能让双方都好看 也是在此时 双方的工人又动起手来 掌柜表示 如果想见老爷 就跪下道歉 为那天葬礼的事道歉 也为你们忽然动手道歉 也正是因为如此 阿湘才流产了 失去哥哥的善吉 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主动道歉并承认错误 这下 让入罩的人 气焰又起来了 双方人马又开始缠斗 刘一在这时出现 喝止了众人 他让渔夫们回去吧 阿湘谁也接不走 渔夫们当然不甘心 但是刘一接下来的话 让他们羞愧难当 薔薔薔薔薔薔薔� 刘一继续说 现在阿湘身心俱损 如果回去 只会更加悲凉 这一席话 渔夫们不再执着 选择了离开 夜里的阿湘 孤枕难眠 种种回忆 再次涌上心头 出狱及五十的霸道和热心 让阿湘小路乱撞 记忆忧心 在狱时雪中漫步 两个人一把伞 撑起彼此的世界 而现在 这一切都似梦一般 这天 钱庄老板又来催一郎的债 但板东早就派人还了 这人却说没收到 还调侃板东 不会是送钱的人 卷款跑了吧 这一下震惊了整个入兆 财务不仅没还钱 还去银行又取走五千 此时人早已协款跑路了 这让板东气炸了 如此不景气的时候 这么大的窟窿怎么补 也是在这天 板东让眉目管理这些事情 这接二连三的事情 让板东心脏病都犯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几天后 立根亲自来了 板东跟阿湘一起来接待 阿湘的第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 立根并没有怪阿湘 同样都是女人 她很懂 只是阿湘自己心里难受 立根表示 那天的事情 她并不知道 是工人自己来的 很是失礼 失去儿子后 儿媳流产 让这位女强人也一病不起 板东说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现在只想把阿湘的户籍弄回来 立根却表示 可不可以考虑让阿湘回外川 因为现在外川的人都认可阿湘 也都认为阿湘最适合当老板娘 板东却表示 我当年同意 是因为看中吉武才愿意的 现在吉武都不在了 我不会让阿湘回去的 这些话让刚刚赶来的刘一全部听到了 立根接过话表示 让阿湘嫁给吉武的弟弟一起继承外川 如果可以的话 她家的所有人都愿意剃光头 来到入罩跪着道谢 刘一忍不住也进来了 立根还不死心 他让阿湘考虑一下 板东直接回绝了 无奈的立根只能叹气 事实上 最开始他就知道 这个提议不会成功 但只是不甘心罢了 他心酸的苦笑着 笑得既可怜又无奈 板东继续说 你也正值壮年 何不重出江湖 像以前一样发号士领 这天后安静了一段时间 外川的船长来了 这次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来给阿湘送一些吉武的遗物 阿湘一张一张地翻看着这些回忆 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的旅行 也是两人最后的一次 还没来得及把缠绵熬成永恒 如今只剩下孤伤的泪恨 阿湘来看自己的丈夫了 但现在也只能是阴阳两哥 吉武已经离开阿湘七个月了 坚强的阿湘放下悲伤 开始为身陷困境的入罩 尽微薄之力 在阿湘眼里 酱油拥有神奇的生命力 既新鲜又充满魅力 但好景不长 没几天的时间 入罩被爆出惊天消息 他们的酱油中添加了奈分防腐剂 这让岌岌可危的入罩 再次四面楚歌 坂东急忙找师傅查证 偏偏这时又接到电话 卫生部的行动开始了 他们要查封入罩 不给坂东发怒的机会 工作人员很快就到了 所有产品查封并禁止贩售 这次对坂东打击很大 快三百年的企业了 却在他手上风雨飘摇 坂东当场就心脏病复发 这一次情况很危急 如果处理不好 那入罩百年的企业 恐怕濒临倒闭 三姐弟商量后决定 由绿子带师傅去卫生部 请求再次对产品进行检验 伊朗和梅姆在自家查找原因 阿湘去寻求相关单位 进行求证检验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绿子第一个碰壁 两人苦等了好久 好不容易等来负责人 这人却无比傲慢 让两人不用解释了 他们不会听 入罩也不可能生存下去 伊朗和梅姆风风火火的回来了 确认自家的酱油没有问题 再看阿湘这边 其他单位倒是很爽快的答应了复审 明天才会有结果 第二天 阿湘就为坂东带来了好消息 几家研究所联合发布 入罩的酱油天然无公害 坂东一下激动了 亲自带着结果去卫生部要说法 阿湘连同阿满才强制按回了床上 让他不要激动 姐姐此刻就在卫生部那边 但糟糕的是 卫生部觉得检验机构不够权威 完全不接受受理 绿子想再次检验也遭到拒绝 巧合的是 绿子竟然在路上碰到了小斌 如果说哪里最权威 那一定是部队 绿子让小斌帮他拿到部队去做检验 他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会帮忙 不为了别的 绿子这张脸就够了 第二天 小斌就将结果送来了 是京东最权威的实验基地 入罩的酱油是健康的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 那也只能是中间伤在倒卖的过程中 调换木桶导致的 回到卫生部这边 这次的他们很是卑微 果然任何地方都一样 上面有人好办事 他们给出了处理态度 灯报为入罩喜冤 并诚恳道歉 这一番峰回路转之下 板东虽然还在床上 但已经精神斗走了 绿子和小斌再次见面 并表达了他的谢意 这一次两人谈了很多 小斌也是可怜 被绿子一次次地利用 纵使情深奈何缘浅 人间哪得爱如许 百无一用是情深 酱油事件洗冤后 入罩反而因祸得福 不仅其死回生了 还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 板东其实早已料到 绿子这家伙 肯定要出什么幺蛾子 也算是情理之中吧 回到东京的晚上 绿子果然和小斌在一起 他们继续谈论着 一些政治问题 疯狂地在生死边缘试探着 偏偏在这时 下属跟小斌汇报 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 这天是昭和七年五月十五日 岛国内乱 以海军少壮军人为主 发生了政变 政变者手拿机关枪 袭击首相官邸 与此同时 绿子也要离开了 但他明显没有通知小斌 尽管小斌说他要上战场了 但绿子的回答确实 火车再次发动了 一个寂寞便会放纵的女人 我想小斌想要的承诺 永远也不会来吧 这天 正和阿湘做工的眉目 忽然对阿湘道歉 这么关键的时刻 竟被阿满给打断了 阿满其实和眉目有一腿 这件事情很早了 原因就是眉目一直暗恋阿湘 所以阿湘出嫁时 眉目喝多了 就和阿满发生了苟且之事 婴儿有了现在的一幕 偏偏这一幕被掌柜看到了 另一边 正在看衣服的绿子呆住了 他竟然看到了急舞 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让我们下期再分解吧 这部剧没剩几期了 后面都是高潮不断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哦 点赞越多 我们的更新速度就会越快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